沈隽 沈隽 听说你被停训了 还这么勤奋干嘛 该不会还先存着幻想 觉得自己能翻盘吧 怎么样 我送你的大礼你喜欢吗 你如果觉得分量不够 我还可以加码 你别妄费心思想这些无聊的事情 我知道你想干人 我不会让你得成 那你想怎样 再打我一顿 我不是三年前的沈隽 不会再走回头路 你要是想留在过去 那是你的事情 我没空陪你吧 我没空陪你吧 状态还可以 就是被停训了 还不知道停多久 聂心河就是个祸害 要我说 我觉得依照沈隽的意思 本来就不想追究她了 没想到她堵到学校门口 用言语刺激沈隽 她还有脸去学校读沈隽呢 不是聂心河到底想干嘛 我觉得忍不了就不忍了 沈隽放过她 是沈隽不计较 但这事在我这儿过不去 我是怕咱们几个要是 不给她点颜色看看 她没完美了 天天骚扰沈隽 你想怎么办 要不就不出击 要出击就得来点狠的 咱们先搞清楚 聂心河到底在干嘛 我就不信抓不出她的把柄 我跟你说 聂心河这个人非常的龌龊 肯定坏事做得很多 查他 聂心河开了个清河艺术工作室 地址就在音试店 她居然有音试店的名义 开了个网店 她要脸吗她 真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 你那个要求我把你跟学校说了 教育处同意你身边 明天上午十点 教育处会议室 但时间比较短 我就好好准备准备 谢谢教练 放上呼吸 神圈吗 神圈吗 请坐 咱们开始吧 这次会议呢 是你主动申请的 那你就先说说吧 谢谢老师给我这一次 神变的机会 网上传的大人事件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我今天来呢 也是想证明我的心理状态 没有问题 不过 我们还是想先听听你 关于你之前打人的事情 能把事情的过程 详细地叙述一下吗 你们来干什么 你们来干什么 你惊不惊喜 你不惊喜 你不惊喜 你们到底想干吗 做了这么多坏事 还有连把这张照片摆桌上 我明白了 是沈娟自己不敢面对我 所以才找你们几个 来替她出头 你想多了 沈娟她都不知道这个事 我来找你 是因为咱们俩 还有比旧账没算呢 沈娟的处分通知单 你寄给我妈的吧 你安的什么心啊 当然是好心的 我是好心提醒你们 让她早点看清楚 自己女儿交往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女儿 往火坑里跳 沈娟堂堂正正 清清白白 我最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需要你来颠倒黑白 倒是你啊 像个阴沟里的老鼠一样 整个背地里做坏事 您可恶不恶心啊 沈娟堂堂正正 那害死师父的人是谁 打我的人又是谁 我把她做的事说给大家听 我有什么错 r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